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首相安华上台之后就一直强调要做个施政透明的政府 而他今天出席首相署长月集会时表示 自从接任首相职务之后啊 从很多文件 尤其是财政部的文件上 他发现有很多越界的行为 但是这些疏漏并不是来自部门的官员 而是部长自己的错误 他因此鼓励公务员应该无所畏惧的 举报任何不当的行为 那即使是首相犯错 或者说没有依照条规来办事 也可以被举报 除了呼吁公务员要针对他和部长的表现 提出批评和谏言 安华也希望内阁成员和公务员 能够摆脱他们的舒适文化 Buddha Yes Lisa 认真地推行国家行政改革 他说在任何制度当中都必须要有改革的意愿 才能够让民族和国家重新振作起来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 今天出席长阅集会时透露 他发现财政部里有很多不符合法律的文档 但于过去这些只是来自部长甚至是首相 安华因此要求官员们要勇于建田 携手反对贪腐 安华也呼吁公务员不要满足于现状 而是要配合政府落实改革 为国家带来改变 已经能够好 sistem梦经营了十多年 但一定要有兴奋 慕血 能够呃 有用力 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帐 有多长期要需要做做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